好 下面我们来复习 专题四叫连续与间断点 先看第一个 如果这个点的极限等于这个点的函数值 我们就说函数在这个点是连续的 这个定义非常有用 它是解决与连续有关的定参数 那种提醒的一个重要的依据 那么第二个就是间断点了 以后找间断点要目标明确 往哪找 往两个地方 一个是无定义点 一个是分断点 往这两个地方找 那么分断点不用说了 就是分断点了 这个无定义点要好好理解 我们经常遇到的无定义点有哪些情况 比如一分母为零 这个大家容易接受 第二个那个taneta taneta自己会产生无定义的点 比如taneta二分之三 taneta二分之三派等等 还有一个loin 那个loin是不是里边取到零的点 是把loin零 那个达到零的地方 是不是也是无定义点 所以需要注意 一旦出现taneta 出现loin要格外注意 好了 假设x0确实是一个间断点 我们要问它的类型了 可去跳跃无穷 那怎么办 算左右极限都存在且相等 叫可去 左右极限都存在不相等 那就是跳跃了 那如果极限是无穷大 就叫无穷间断点 注意 这个地方可以稍微的放宽一点 我写的是极限等于无穷大 那也可以是什么呀 左极限是无穷大 如果这个点的左极限是无穷大 那也叫无穷间断点 如果这个点的右极限 叫无穷大 那也叫无穷间断点 就这个地方可以放宽一点 其中可去与跳跃 统称第一类 其他的都叫第二类 说完了 好 那么还有可去间断点 有一个特殊的性质 就是能够补充定义 或修改定义 把它变成连续 那具体来说 假设X0是小F的一个可去间断点 那这样的话呢 小F在这个点肯定不连续了 是吧 但是呢 我能够变得连续 怎么变 这样 其他地方不动照抄 这个点 给它改成 或者补成谁 补成小F 它的极限值 可去间断点 极限是存在的 那比如极限是3 咱就把这个点补成3 极限是4 咱就把这个点补成4 这样的话呢 你就得到一个新函数大F 这个新函数将处处连续 特别是这个新函数 在这个点也干嘛了 它在这个点也连续了 那这一点需要注意 这个后边有题目哈 咱们待会有一个第四题 就是考这种 补充 修改 定义 把它变成连续 第三个 第三个叫必须兼上连续函数的性质 这些性质 我就不再去读了 这个像 必须念连续 这个有界 有最大最小 界值定理 和零点定理等等 第四条需要稍微注意一下 这一条在去年 2022年选择题里面考到了 如果函数在这个点是干嘛的 在这个点连续 且函数在这个点的值大于零 好 记住 这个点连续 这个点的值大于零 能推在这个点的淋于内 处处大于零 这个结论得记住 当然了 如果函数在这个点连续 在这个点小于零 能推在这个淋于内 函数值处处小于零 这个结论非常好用 这个在去年选择题 我说就有 你如果知道的话 去年那个题做起来就很方便了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的解题要点 干货总结 下面我们就来举例子 第一道题98年 给了一个函数 这什么呀 密指函数 优得微此方 请让你找在这个范围之内的间断点 并指明类型 那来吧 找 那从哪找呀 那就从无定义点找嘛 那大家看 那哪些点无定义呀 最经典的就是分母为零了 是吧 四分之派能使分母为零 还有谁呀 这个四分之五派也能使分母为零 所以这两个点标记一下 四分之派跟四分之五派 他俩呢 是一路 他俩都是分母 这不达到零了吗 你看 他人他零 跟他人他派都是零 但你别忘 他人他自己还有那种无定义点 你比如谁呀 像这个点 像这个四分之三派 跟这个四分之七派 这两个点 是造成他人他自己无定义 你看四分之三派往里带 是不是他人他四分之二派 就是他人他二分之派 四分之七派往里带 是不是他人他四分之六派 就是他人他二分之三派 所以呢 这两个紫颜色别露了 你就错了 找 找完了 找完以后 说类型 说类型得求极限 是吧 来把这个Fx密质函数 先变成E 为了方便求极限 是不是以E为底 V成LNU 然后呢 就对这一大堆求极限就行了 这一大堆求极限 那要这四个点 那一个一个求 其中红颜色 四分之派跟四分之五派 他俩求极限要不要分左右 这个得 你得想清楚 分不分左右 我们说哪种情况分左右呢 造成E的无穷大 什么E的正无穷 E的负无穷不一样 那么红颜色四分之五派 四分之五派 就得刚好要分这个左右 你看看 四分之派 这个红颜色这个点 跟这个红颜色的四分之五派 这两个点要分左右的 为什么 你想 如果是四分之派的右边 那底下就达到他人他灵正 四分之五派的右边 底下呢 就他人他 这个是派 派在哪边了 是不是派正 是吧 派正跟灵正都一样 最终结果都是灵正 灵正到过来是正无穷 分子是正的 所以呢 这两个点的右极限 那算出来都是正无穷 你们两个都是正无穷 再来个E呢 开始被E的正无穷 还是正无穷 E的正无穷 还是正无穷 所以就会导致 这两个点的右极限 算下来都是什么 都是这个正无穷 那我们刚才说了 只要这个间断点的左极限 右极限 包括极限 有一个达到了无穷大 这个间断点 人们都叫无穷间断点 没有必要再算那边了 看四分之五派右极限 已经是无穷大了 所以四分之五派 右边已经是无穷大了 所以就没有必要算左边了 所以这两个点 就是这个四分之派 跟这个四分之五派 那就我们把它认为叫什么 认为叫无穷间断点 这就行了 好了 然后再去考虑 这两个紫色的 四分之三脉跟四分之七派 这两个点 就没有必要分左右了 为什么 你想四分之三脉 跟四分之七派 会导致这个tanita 是不是无定义了 是不是tanita无定义 就是tanita达到了 那个什么无穷大 你管他正无穷负无穷 正无穷也好 负无穷也好 在飞母上倒过来都是0 1的0次方 1的0次方分什么左右 1的0次方始终是1嘛 对不对呀 所以那你看 接下来这两个点 一个是我们的四分之三派 这个点 是吧 一个是我们的这个 四分之七派 这个点 这两个点 我们就不再对他分什么左右 就直接算 四分之三派 那带到飞母上 这个地方就是 达到了tanita的二分之派 tanita二分之派是无穷 无穷做飞母 那肯定就是0了 然后1的0次方 肯定就是1了 然后四分之七派一样 带进来 是不是tanita二分之三派 tanita二分之三派是无穷 无穷做飞母肯定是0 然后1的0次方肯定是1 所以呢 这次就把这两个点的极限算出来 分别是这个1 那这个1呢 其实就是意味着什么呀 意味着左右极限都是1啊 那极限是1 那左右极限都是1 说明什么 说明这两个点 就是这个四分之三派 跟这个四分之七派 这两个点命名叫可去间断点 说完了 这个题啊 不难 但这个题呢 要求还是要注意会找别漏 要注意会算分左右啊 与不分左右的问题 好 再往下看第二个 第二个没有标年份 这不是考试真题 是编的一个非常好的预方题 给了一个函数 问选A选B选D选D 这个函数很奇怪 它并没有严格给出来 或者说没有具体给出来 它不像第一题 给了就是谁这谁 它得干嘛先求极限 先求极限 然后呢 才能得到这个函数 得到这个函数 再往下研究选A选B选D选D 那么要想求极限 这里面得搞清楚 这里面有两个量 一个就是E的NX 一个就是XN子方 他们两个是最喜欢出题的 X的N子方 还有这个谁啊 这个所谓的这个E的NX 他们两个一定要记准了 X的N子方 N取无穷大 求极限 以谁为分界 以正负一为分界 绝对值比一小 就是正负一之间 极限是零 绝对值比一大 就是正负一之外 极限是无穷大 X的取到一 那极限是一 X的取到负一 负一N子方 极限不存在 所以这家伙遇到 要以正负一为分界 那么这个E的NX呢 它的极限 以谁为分界 以零 X的比零大 那就成什么了 E的正无穷 E的正无穷 就是正无穷 X的比零小 那就成什么了 成E的负无穷 E的负无穷就是零 X的取到零 那就是E的零子方 就是一了 这里面我再说一遍 N取无穷大 专指什么 什么什么无穷大 正无穷大 这个我可说过很多遍了 你别到现在又有这个疑惑 说老师 这个N取无穷大 怎么不考虑负无穷大 你抓紧晚上多学两小时 对不对 这个不对 好了 所以你看这个题全考进来了 红色以正负一 紫色以零 那这样 按理说有三个点 需要特殊对待 这三个点就把整个数轴 正负无穷 是不是分成了 这样大概得有四段 是吧 你看负一 负一这个是一个特殊点 零是一个特殊点 一是一个特殊点 这三个点在数轴上 分成这样好多段 那然后来一段一段 研究这个极限 那这个极限不就出来了吗 来吧 那就是第一段 就是负一哪呀 是不是负一左边 负一左边求这个极限 这是多少呀 来捋一捋 如果x的小于负一的话 你x的小于负一 这个地方 x的n此方 它就达到多少了 看看 那x刚才说干嘛 x的小于负一 x的小于负一 属于这一段 那这一段 是不是它达到了无穷大 x小于负一 是不是在这一段 那它就达到零了 是不是这个红颜色 此时达到无穷大 这个紫色的这个E 我们认为就达到什么了 我们认为这个紫色的E 此时是达到零 是吧 那就达到零 那这个时候 结果就是零 因为底下飞母特别大 这个时候飞母红色的 达到无穷大 这个E 这东西才达到多少 这东西才达到零 那这个肯定是下面大 就是零了 x的取到负一不存在 因为这一项不存在 那就是不存在了 然后负一到零之间 负一到零之间 这个红的是多少 这个红的就达到零了 那这个紫的 也达到零了 因为只要x的比零小 都是零 好了 紫的为零 那就是带一的为零 带一的为零 红的也是零 那就变成几了 那变成一出一了 一出一就是一了 是吧 然后x的再取到零 你看 负一 负一左 负一 负一到零 再再取到零 如果x的取到零的话 这个 这个紫的就达到几了 这个紫色的E x的取到零 紫色的 紫色的这东西就达到了一了吧 你看x的取到零的话 这紫的不达到一了吗 x的取到零 这个红的呢 这个红的是不是也落在这一段了 x的取到零嘛 那是红的也达到零了 所以此时 那你看 这就达到几了 此时这个地方达到了一 此时这地方达到一 那就是二乘一加一 得三 那就是达到一 一加零 再加一 那就达到二 那就二分之三了 然后呢 再往下 是不是该分零到一了 零到一 然后再取一 再一到正无穷 但是没有必要分了 只要这个地方一旦大于零 咱们就没有必要再细分了 为什么没有必要再细分了 你想 只要x的比零大 这个紫色的就特别大了 你看看 x一旦大于零 这个紫色是不是就达到正无穷了 而且我们还知道 一旦x的大于零的话 就这个地方 是不是就达到了正无穷 一旦它达到正无穷 加上红的 就不考虑红的了 我管的红的是什么来 为什么 因为抓大头 因为指数函数的增长 要远远超过这个密 所以此时 只要x的大于零 就不用再分什么0到1 再分1 再分1到正无穷了 没有必要分了 那这个时候呢 抓大头 底下就是这个紫的说了算 上面就是这个2倍说了算 那他俩一约分 你看这个时候呢 其他人都不要了 像这个1就不要了 像这东西呢 这都不要了 这个时候 抓大头 那这个时候呢 2 那就还是2 这个e的n加1x 跟这个e的nx 它俩一约分 剩个2ex做完了 那就找到这个分段函数 找到这个函数 然后就知道 明显选谁了 选4d就做完了 明显选的4d 这里面我专门写了一个注 只要x的大于零 就有这个紫颜色的 达到了很大很大 且指数函数的增长 要远远干什么 它要远远快于密函数的增长 所以此时 就是x的只要大于零的时候 我就不关心这个红颜色 xn次方的变化趋势了 你xn次方很小很大 无所谓 因为人家说了算 是不是他来抓大头 人家说了算 所以此时呢 那都不用再分了 就只要x的大于零 就不要再分0到1 渠道1和大于1了 就不像像刚才这样 慢慢的再细分了 刚才这样细分 但是一旦大于零 那稍微注意着抓大头 稍微注意着指数函数 要超过密函数的增长 这个速度 那知道这一点的话 那就没有必要再像这样 分弱三种情况 你继续分这几种情况 算的结果都是它 你可以试试 就你继续再分 分什么x的大于零小于1 分什么x的等于1 分什么x的大于1 你算吧 你就是再分 你算出来还都是这个 2x 那所以肯定是一样的 好 这个我们就说完了 这个题挺好的 好好体会 处理极限 得分段函数 这个极限咋处理的 以谁为分界 为什么最后一段 不再单独分了 理由都想清楚 好 与此相反 还有一个 第三题呢 它也是这种题 说让你求这个极限 把这个极限当做函数 找这个函数的间断点 并指明类型 那来吧 那还是先求极限了 这个极限这什么呀 t趋向于x x当常数 这是t才是变量 看清楚 这不是个t在左边吗 就类比以前的x 趋于x0 是吧 左边的是变量 所以这是对t求极限 那t趋于x 那你想 这不是3x的b 比3x 3x的比3x的x 这不是1吗 这达到1了 上面呢 x当常数 这好像是1的无穷大 那么如果把它 看出来是1的无穷大 直接被一亿为底 v 这个v嘛 乘 什么 u减1 那不是个答案吗 v乘u减1 直接就来了 咱们都用了多少遍了 这个小公式 1的无穷大 等于一亿为底 v乘u减1的极限 然后呢 把这个v乘u减1通分 v照抄 那u减1 那就是里边通分 然后这个刚好就抵消了 这个很巧啊 刚好这个3t 跟这个3t抵消 剩个1的这个 什么呀 x除以3ex 好 算出来了 这就是本题 要找的这个函数 找出来这个函数了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呢 再去研究这个函数的间断点 再去指明类型就行了 那大家想 这个函数 哪些点是间断点 找无定义嘛 那3e 是不是使3e为0的点 都是无定义的 那使3e为0的 比如x的取0 x的取 正负派 正负2派 正负3派 正负4派 点点点 好了 这些点都是函数的 无定义点 也都是成为了 这个题的什么点 间断点 所以这个题特别麻烦 表面上来看 有无数个点 都是间断点 那么这无数个点 都是间断点 那还要说类型 来一个一个说 先说0 0这个点好办 0的是什么类型 求0的极限 0的极限 那就是用等价待换 那你看x除3x 在0点求极限 那肯定是1了 那答案就是e 那这个e就说明什么了 这是存在的 说明0点是我们的 可去间断点 然后呢 其他的那些点 都不用再求了 像正负派 正负2派 正负3派 那些点大笔一挥 都是什么 都是无穷间断点 为什么呢 我就找一个算一下 你比如我就找 x的取派 k取1就是x的取派 我就找一个 找派 派这个点 包括负派 包括2派 包括负2派 包括3派 包括负3派 都一样 我就算一个就行 你比如就是派 我算派 派的派这个点 会造成它的极限 怎么样呢 咱们来看 你31派肯定是0 是吧 但是呢 你31派是0 这个0要分 0左0右 它在飞母上 是吧 0正 如果飞母是0正 倒过来是正无穷 如果飞母是0负 倒过来是负无穷了 因为这有个义呢 待会儿 义的正无穷 跟义的负无穷不一样 所以来考虑 如果是派的左边 你想想那个三角函数 派的左边 31肯定是正的 是不是 31肯定是正的 那所以呢 派的左边 这个地方31达到0 达到0正 是吧 0正倒过来的就是啊 正无穷了 它不是正无穷了吗 好 其实那个就不用看了 那这个左极限达到正无穷 待会儿给它取个义呢 我们都知道 义的正无穷肯定是多少了 待会儿义的正无穷 义的正无穷 那不就直接就达到了 这个所谓的这个这个正无穷了吗 那所以呢 派这个点的左极限是正无穷 右极限其实不用算 我们说了 一个间断点 它的左极限 右极限 或者极限 有一个达到了无穷大 都叫无穷间断点 所以这边呢 可以不再算了 你跟刚才第一道题一样嘛 是吧 只要有一个极限 只要有一个 一个极限 左 是吧 达到了无穷大 就已经定性了 叫无穷间断点 但是这边你想算就算出来也行 好了 你包括这个K取二 你包括K取 这个负一 和K取负二 等等等等 都一样 道理都是这样 一句话概括 就是这无数个间断点 这无数个间断点里边 总会有左极限 或者右极限 之一使得咱们这个函数 它的极限达到无穷大 你别管左别管右 你别管是正无穷 负无穷 是吧 反正就是肯定是有这种情况 你像屏幕上就是这样 是吧 这是左极限 这是达到了正无穷 然后取个亿 还是正无穷 对吧 那有可能别的点 那有可能别的点 是这无数个点里面 可能别的点是右极限 达到了正无穷 再取个亿 也是正无穷 那还是无穷加大点 我不用细究 反正大概就是这样一个类比 肯定是这个效果 好了 这个第三题 01年 咱们就说完了 希望通过 这个刚才的第二题 没标年份选的题 和这个第三题 01年 这个考试真题 把这两个题好好做对比 他都是干嘛 先处理极限 得到一个小F 可能得到的是分段函数 像那个第二题选的题 可能得到的小F 那不是分段函数 像这个题 是吧 得到小F 不管是分段还是不分段 往下都按照我们 第一道题的标准 找 找间断点 别录 找完之后再干嘛 再去算极限 回答什么类型 算极限的时候 要注意 是不是分左右 是吧 这个你得考虑清楚 好 这个就说完了 再来第四个 03年数学3 给了一个小F 明显是取不到1 这不是明显有1-X吗 取不到1 1点肯定是不连续了 他取不到1 那1点肯定没资格说连续了 取不到1怎么办 请你把1补充上去 就是F1他取不到 我现在让你给我补上去 就是你看 这一段照抄 待会1这个点单独补一个 那就变成分段函数了 但是你补成几 能够达到这个要求 达到什么要求 达到这个连续二字的要求 你不能瞎补呀 瞎补 瞎补是一个品牌是吧 那你补成几呀 我们在解题要点就讲过 是吧 那肯定是补成几了 要补成这个小F 他自己在1这个点的极限 他的极限是几 咱就补成几 比如极限是3 就补成3 极限是4 就补成4 所以说一千到一万 还是得求极限 来吧 求这个1点的极限 严格来说只能求1点的 什么极限 左极限 这不是1的左边吗 看这个点 是吧 这是1的左边 好了 1的左极限怎么求 发挥求极限的技巧 大家看这个第一项 πx的分之1 加减中已经存在极限的先计算 看出来没有 所以呢 我们就把这一项 这个πx分之1 它已经存在了先计算 然后呢 后边他们两个相加减做通分 咱们都是老套路了 求极限一定要先化解 这里面一下用到两个化解技巧 已经有极限的拿出去先计算 后边直接做通分运算 好了 那接下来呢 我只要算这个地方就行了 是吧 只要算这一大堆 可是这一大堆咋算呀 这一大堆有的用洛比达法则 可以 但是啰嗦哈 最好的算法是什么 咱们的经验告诉咱们 咱们最喜欢什么呀 喜欢x的趋于谁 对了 趋于那个0 或者0左0右 你现在这是x的趋于几呀 这是吧x这个趋于的这个什么 这个这个这个1负这东西 我们不太喜欢这种什么x箭头于1呀 什么2之类的 我们喜欢x的箭头到0 所以这个点来一个换源操作比较方便 把1-x给它换成什么 换成y 这一步是秋极限的一个重要技巧 那这样的话呢 下角标x的箭头1就变成了y箭头0 那就变成0正了嘛 严格说好此时来吧 那左边这个x下角标1的极限就变成右端这个下角标y达到0正的这个极限了 这里面来换1-x变成y 1-x变成y 这都好办 但是有人不明白 说老师 这个3-1πx它怎么就直接是3-1πy了 老师我不懂啊 你看你不懂 你不懂那我跟你讲讲 是吧 3-1πx为啥是3-1πy 要从这个换源说起 换源嘛 来3-1πx x是谁 看 看 x是不是应该是1-y 所以呢 你就换源走一走嘛 那x就是我们的这个1-y 那π乘1-y 乘进去就是π-πy了嘛 所以πx就变成了π-πy 然后根据诱导公式 即便偶便 浮河寒相见 3-1π-πy就是谁 就是我们的3-1πy 那这不就找到了嘛 你动动笔就知道 这个答案上省了 就是这个3-1πx 为啥是3-1πy 就这个道理 好了 换源变成这个Y的极限了 接下来怎么办 答对了 这不是狗减3-1狗 6分之1-2吗 对吧 就出来了 好了 6分之1-3 下面3-1πy直接等下 三则方除二则方 高阶五凶小 肯定是0嘛 对吧 那这个极限一算 肯定是0 好了 这个是0 那整个极限就是几了 累计推 整个极限就是π分之1 加0 还是π分之1 那极限是π分之1 故累计推 那补成几 就要把这个点补成π分之1 那怎么补呀 就是这样 其他地方照抄 照抄 然后这个点补成几 就补成你的极限是几 就补成几 补成π分之1 看 就把1这个点 给它补成几了 补成我们算的这个结果 叫这个π分之1 这样得到一个新的函数 这个新函数就处处连续 特别是在这个本来不连续的1那个点 也变得什么了 也变得连续了 它就在本来这个1这个点 也变得这个连续了 打做完了 这种提醒需要注意 本来不连续 可是呢 我能够把它变成连续 怎么变 把这个点给它改一改 把这个点给它补上去 改成谁 补成谁 都改成谁 补成谁 这个点的极限值 就行了 这里面涉及到极限技巧 化简的技巧 换员的技巧 等价待换的技巧 你想到了吗 想到了 非常好 好 那么这个专题4连续和间断 我们就到此结束 稍作休息 我们转入专题5 导书的定义 以及几何义的 西题串讲